陕西汉中,一个与四川省交界的小村庄里,一阵争吵声打破了平静。 一位酒后驾车的男子由于和妻子放声口角,情绪激动之时,竟然直接动手打了自己的妻子。 旁边的执法人员看到这一幕后赶紧上前,将对方的妻子拉走。 结果抬起脚的男子就将这一脚踢在了执法人员的肚子上,男子喝得天旋地转,被妻子一袭话骂的火气直窜天灵盖,根本看不清楚是谁就直接给对方来了一套组合拳。 喝多了酒的人,打人没轻没重的,这一套组合拳下来,执法人员弄了个鼻青脸肿,鼻子和眼角都出血了。 到这个时候了,醉酒的男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,一边继续耍拳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。 这个时候,从高处俯冲下来一个不明物体,冲着醉酒男人袭来,狠狠地在男人的胳膊上啄掉了一块肉。 所有人仔细一看才知道,这竟然是一只松鹊鹰,而对方灼伤醉酒男人后,他又飞到了执法人员的肩膀上,然后收起了两只翅膀, 老老实实地站着。难道现在的执法人员都配鹰了?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件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。 两年前的一天,赵宝亮坐在自家的小院儿里,听着相声摆弄着手里的手串。 老赵的妻子拿着擦桌布边擦桌子边唠叨,你整天不着家,回到家里不是睡觉就是弄你这些破木头,就不能关心关心家里事儿吗?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顿家长里短,妻子抱怨他总是不关心自己,也从来不想着给自己买一身漂亮衣服,甚至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,只知道往外跑。 虽然知道丈夫的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,但他还是觉得有点委屈。 而在老赵的耳朵都要起剪子的时候,正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呢?正好这时来了个电话,老赵赶紧接起电话后,一听才知道出事了。 一边说着马上到一边回卧室穿衣服。 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,一个男子在路口撞上了一辆电动车,撞完之后逃跑了,因为开车太慌张,没开多远自己又把车开沟里了,有人看到后打了110。 现在人被送到医院车还在现场,让老赵去现场取证,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。 老赵开着警车来到了事故现场,仔细在现场查看着情况,并翻看后备箱和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物品。 因为他们觉得这场肇事非常可疑,只是撞了一辆电动车,电动车主受了些轻上,不至于肇事逃逸。 可能是怕检查车辆,车子里没准有违法物品。 果不其然,和他们猜测的一样,在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个大箱子,箱子里装着各种的药品,有药丸状的,也有胶囊的,怀疑是地下黑药厂做的壮阳药。 之后,老赵又在四周搜寻着,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的痕迹。 老赵正转身要往回走的时候,突然听到有几声奇怪的叫声,顺声一看,好大一只鸽子。 他走过去,把这只大鸽子双手捧了起来,结果这不捧还好,一捧竟然沾了一手的鲜血。 这鸽子翅膀受伤了,老赵虽然十分地着急,但是因为自己平时也不和鸟打交道,所以他也不会治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带回去再说。 于是老赵把它放在车里一起带了回去。 到了单位老赵把情况和领导汇报了一下,然后把该交的东西提交上去之后,没什么事了,就决定请个假带这只大鸽子上医院。 就在这时领导急忙拦了下来并仔细询问,这才知道了大鸽子的事情,出于好奇。 领导让老赵把鸽子带过来仔细看看,结果一看瞬间惊呆了。 他告诉老赵这可不是什么鸽子,而是一只名副其实的松鹊鹰,是二级保护动物。 还好被老赵及时救了出来,否则性命堪忧,好在领导这里也有一些药膏,他让老赵给松鹊鹰抹上创伤药。 然后自己联系相关机构寻求帮助,最后他嘱咐老赵,让对方哪也别去,好好照顾这只大鹰。 老赵抱着松鹊鹰有点摸不着头脑,竟然让我给鹰当保姆。 那不是屈才了吗? 但是说归说,老赵看着松鹊鹰心里还是挺喜欢的,于是拿过创伤药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,开始小心翼翼地给松鹊鹰上药,然后又给他找了个纸箱子,做了个窝,等吃的喝的都弄全了。 老赵就趴在办公桌上两个胳膊拖着脑袋,静静地看着他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相关人员就来了,找到老赵又看看了看那只大鸟,确定就是一只松鹊鹰。 由于小家伙身上还受着伤,为了排除一切可能威胁到他生命的因素,相关人员还是决定把松鹊鹰带走,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 眼看着就要和这个小家伙分开了,老赵的心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,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,但在他发现这只松鹊鹰到后面给对方上药,小家伙一直都非常听话。 而且直勾勾地盯着自己,不仅不觉得老赵会伤害自己,还很配合对方的动作。 这让老赵一路上并没有费多大劲,但没有办法,为了这只松鹊鹰的安全,他只能目送着他们离去。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,今天老赵又因一起最驾照式的事件出了警。 接到上级通知后,老赵和同事迅速开着车出了警。 当老赵和同事赶到现场,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喝得酒气熏天的,站都站不稳,但是嘴还特别碎,死活不承认自己喝醉了。 头也被撞破了,车也撞得前脸凹进去一大块,就这还不消停呢。 旁边还有两个女人,一个是肇事者的妻子,另一个应该是被撞的家属。 两拨人在那里对骂。 老赵下车后走过去,两个女人一人拽住老赵一只胳膊,纷纷说着自己的不幸。 老赵则是简单安抚了几句后,就让他们别着急一个一个说。 经过了解,这个事件是因为一个男子去市里办事,中午请客喝醉了酒,刚从饭店出来,感觉自己没什么事。 而且由于第二天还要去外地出差,一大早就要走,所以今天就必须把车开回家。 但是,到国道上开了一段之后,因为国道上也没有什么车,就越开越困差点睡着了,结果撞上了前面便道的车。 最驾者和另外一辆车的车主当时都系了安全带,也都开的是好车,因此车虽然是撞得有点惨,但是人的受伤程度都不是很严重,只是一些外伤,并没有造成大的事故。 两辆车都说是对方的错,一个说是因为前车突然变道,所以才撞了上去,另外一个人说是因为后面的司机最驾是全责。 后来,双方的家属也都赶到了现场,最驾的司机家属知道最驾是全责,请求对方不要报警,但是驾驶人喝个大醉,拦着妻子一个劲地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,不要担心,就算警察来了也不怕。 而被撞的家属看他们开的是豪车,本来想讹上一笔自己回去修车的,谁知道司机是这种态度,于是就非要报警。 结果两家就因为这事还差点打起来,最后被撞的家属还是打了电话报了警。 老赵把事情的经过听明白了,然后回到车里拿了测试酒驾的仪器让男人吹,结果男人拒不配合还当场耍酒疯。 老赵和同事都很气愤,拉着醉酒的男子就要回去抽血。 两个人驾着醉酒的男子往警车上走,男子就往地下坐,死活就是不走,把所有人都折腾得出了一身的汗。 再后来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,两家又开始争吵起来,醉酒男子先动了手,老赵上去拦架,结果被误伤。 这时,天上突然出现一道黑影,俯冲直下,直接在醉酒者的肩膀上叼了块肉下来,把男人疼得躺在地上打滚。 醉酒男子的妻子赶紧上去,把男人扶起来,男人好像清醒了很多,这才知道刚才做了多么愚蠢的行为,于是乖乖地跟着老赵回了警局。 醉酒男子抽血化验显示,酒精含量高于180%,确定为罪嫁,为本次交通事故负权责。 最后被拘留,因为情节严重,中间拒不配合并有袭警行为,案件提交到当地检察院审理。 而那只松雀英在老赵安全后也悄悄地飞走了。 虽然只是一个碰面,但让老赵知道,这个家伙一直都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离开过。 通过这件事让很多人知道了动物也是有感情的,他们有时候比人类更懂得知恩图报。 希望更多的人能和动物们和谐相处。 那么好了,这次故事讲完了,关注我,让你永远天真无邪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